Gee Let's Walk Su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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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ack R2001社區電台 我現在來請教的兩位 就是說 哪些人 因為這些人一天到晚在那邊談戀愛 我搞不太清楚 哪些人比較喜歡這樣談戀愛 是哪一類型的 我可以先看到他們的徵兆 你会发觉到 平常就比较懒散的男生 比较不修边幅的男生 最近就开始 在服装上有很大的改变 然后还有你会发觉到 说有些女生 平常会忘这个忘那个 然后现在你都不用提醒 她自己的评管会做得很好 就会发现这种现象的时候 是开始在谈恋爱的 对 然后你会发觉到 那个女孩子的桌上 办公室里面就开始看到 有花 有巧克力 然后就很奇怪 就忽然有人坐在那里 然后发呆 发呆完之后就开始微笑 所以这个员工 只要是有发呆的现象 就是准备在谈恋爱好 所以我要看不住 还有女生一直在梳头 一直在梳头 每天一直梳头 早也梳 晚也梳 一有空就梳头 那男生呢 男生通常就是说 像他讲的就变比较修边幅 或者是工作上 突然变得很积极 以前没有那么积极的 不是表演要给上司看 是要给他女朋友看就对了 对 这什么态度嘛 这个是 这个很好啊 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如果是 我没有知道这个上司跟主管 不是 上司跟底下的人在谈恋爱 我要怎么样看得出来 上司跟底下的人啊 对 通常会 他会假借很多机会 约他去吃午饭啊 或者是开会的时候 别人都走了 然后特别留下来 单独指点一下啦 或者你看到 有时候你会观察到说 为什么这个管跟这个部署啊 两个人都很认真在讲电话 可是居然他们就是互相打给对方 不是打给客户的 不过我们一般这样子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像我们在处理这些办公室的恋情 我不晓得像其他的公司是怎么处理 你所知道的 像国内外的公司是怎么处理这种办公室的恋情 应该讲以前来讲 比较多的公司它会限制 只要有这种谈恋爱的现象 大概就是调离部门嘛 调离部门 对 就是不要在同一个部门 好 不要在同一个部门 好 那要不然就是要有一个人离职 要有一个人离职 对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它是怕说这个影响到或者干扰到整个办公室里面的气氛 情绪 或者说有一些机密 到时候互通有无 然后到最后整个困理出去了 对 所以这两个人如果一起出去我们整个公司的机密都完蛋了 就说的也是 这是比较传统的公司 但是也有比较新的公司 尤其像这种SOHO族这种小型的office兴盛之后 事实上也有很多老板 其实他也蛮乐见其成的 因为在小公司里面分工并没有那么严密 说你管人事 你管财务 你的机密不可以告诉谁 那如果说员工能够在办公室谈一些很健康的这个办公室恋情 也许他们会把这个当作自己的家 然后会夫妻在这里奋斗 这也不错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是传统的 就像比较早期以前的公司是这样 不管是国内或国外 可是现在在目前 他慢慢的会鼓励 知道他是健康的恋情 甚至于会提高整个办公室里面的效率 甚至于我有一个 我服务的客户 我帮他们做训练的那个住商不动产 住商不动产里面他几乎都是加盟店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说分工不会很细这样 我就发觉到有几个店 他们反而是那种所谓的 从男女朋友一直到所谓的夫妻党 这样的情况 他们的工作效率特别好 特别高 然后所以老板也会乐见其成 不过他们 我发觉他们留住人才的一个具体的方法 就是让他们也能够成为partner 成为内部创业 就留得住了 不会说两个人一起走 把他带走 那是另外一种办公室形态 因为这种就房屋仲介 不是每天坐在位置上面上班的 他常常要带客户去看房子什么 所以影响比较不用那么大 不 可是你这样讲 你刚刚不是讲说如果发生这种办公室 你会把公司的机密带走吗 对 一般来讲公司他会担心 如果说要出去然后一开 又在同一个行业成为竞争对手的时候 那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不完全是外部 有时候内部也很麻烦 比如说你这个办公室恋情 这个女的是在管人事或者是管财务 那他就会告诉他的男朋友说 那个别人啊 工作很难 你也你的薪水多少 对 薪水比你高 你怎么憋得下这口气啊 就会影响到整个办公室的管理 是啊 就是我就是担心这个 所以你怎么又说好呢 以我来看我自己还曾经错诚过 以前在我自己部门里面 所谓行销企划单位 有一个我的爱将 一个男孩子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然后就说我心中最爱 然后我就介绍了我自己的秘书 因为我自己的秘书也是很优秀 然后我就发觉他金童玉女 就把它凑在一起 所以我非常主张的原因是 因为我发觉到 他们两个工作效率比以前更高 然后相心力很够 那为什么会工作效率更高呢 是因为爱情 因为两个人都把最好的一面 表现在对方的面前 而且他们的工作可能有一些 相辅相成或者是互补 就是工作性质没有冲突 然后也没有影响到这种机密 像这种人事薪资或客户资料这些 如果上面不会有冲突的话 其实是还好 刚开始会有一点问题 就是行销计划单位 然后一个是秘书 那还好就像说不会有太大的 那种所谓的机密性的问题 这些资料流露 可是有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慢慢的这个男孩子 跟其他部门里面的女孩子 会比较疏远 因为这个女孩子开始会吃味 然后就发觉到变成 从大圈圈变成小圈圈 会有这种现象 那我觉得做主管要有主管的智慧 我就开始找他们来聊 来谈 因为当时是我凑合的吧 是我凑成的这样 所以我就找他们聊 然后把这个问题也提出来跟他们谈 那我觉得还蛮理性的 然后他们就蛮能够接受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所看到的 不是 接受什么 接受我的建议啊 接受你的建议 接受我建议之后就慢慢的 他们就不要再只是两个人 就说跟大家梳理了 跟大家隔绝了 因为正常的恋情 需要得到大家的祝福嘛 有时候大家闹一闹 他们也觉得很开心嘛 对不对 而且刚刚那个女生还是这个半退半救的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运用整个办公室里面的这种 众口塑精 就到最后 发觉到这男孩子就很自然就追到这女孩子 不过最后还是损失惨重 为什么 我当时介绍这个 这个男孩子追我的那个秘书 原因是希望很多他们两个人 在公司里面好好地做 就没有想到两个人就带了出国留学 没有 你对他这么好 他留学完回来还会回来效忠你的 你不要担心 留学的期间就一天到晚 你跟我通信啦等等之类的 保持很密切的联络 对 因为现在国外工作也不好找 对 但是他说信誓旦旦 一定会回到身边 其实我们也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办公室 我们看他本来后来 谈了恋爱以后要走的时候 都是一对一对走的 不会说一个是先走 要走就全部都走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 不过听你们讲好像还 这种恋情好像还颇有助于 这个公司的竞争力是不是 你基本上这样认为 对 我想主管本身有很大的关键 就是他怎么来辅导 然后来化解一些冲突 跟同事之间的人事上面的人际关系 所以说 但是我现在像我这种是很鲁钝的 我不知道下面谁在跟谁 谁在跟谁谈的 不过等一下我们要来谈说 他们到底是采取怎么样的公式 跟防守的方式 这个我要清清楚以后 我才有办法把这些给逮出来 好不好 人会在办公室里面 那个BB扣有没有 咯 会乱叫 你知道 然后叫的时候他拿起来之后 他去看一看 他也不回电 然后就会心的一笑 然后譬如说什么 520 530 那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 我爱你 我想你啦 我爱你 我想你 对 像54321也是啊 我是爱着你 都是啊 有时候还可以通一大串密码 然后显现出来就是 I love you 我一天一大早上班的时候 就在所有员工的桌上 就找到了有人 居然有人送花 你看看 送花是最平常的是不是 要怎么送 在看 看对象 如果说是这个男部署 追求这个女上司等等之类 那就是应该早一点到 大家都还没到的时候就先到 然后这个找个很漂亮的 那种透明的水晶花瓶 然后这个把它花都擦好了 然后放在那个女主管的桌上 要不要署名 要附上一张很漂亮的卡片 然后下面写个知名不具 但上面要写 送给 献给最有魅力 最智慧的女性 我找找看有没有 已经被人拿走了 别人拿走了 送花 送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艺术 要这个 要带着让别人不知道的事 花有花语 事实上某一种花 代表某一种不同的意义 颜色也不同 也有不同意义 朵树也有不同 像有时候送一朵花就是代表一心一意 十朵花就是十全十美 我也经历过有些人就是说 他也不属我们也不在干嘛 每天就送一朵花到那个女孩子的桌上 然后维持一个月 让那女孩子就是心里面感觉 觉得说奇怪 好奇怎么有人这样在追我 那第三十一天的时候才现身 九十九朵玫瑰 所以我才会发现 九十九朵玫瑰 长长久久啊 那还有什么招式呢 再来就是包括说 如果说是女秘书啊 对公司里面的同事 女孩子的话 常常发觉到很多贴心的女孩子 就是带早餐的时候 通常不是带一份 不是带一份的早餐 说到早餐 我又收到一份 不是要给我的 我是在员工的这个办公桌上 拿到一份早餐 为什么会有人早上一大早 要来送早餐 送早餐有用吗 有啊 早上通常很多人 都是空腹来上班的 先填补了他这个口腹之欲 保暖私盈欲之后 就可以谈恋爱了 没事 来公司怎么 一开始一大早 就是要谈恋爱了 而且还有一件事 总经我发觉到 如果以这个塑胶袋 这样来看的话 那表示是常态 如果是偶尔的话 那个塑胶袋就会比较 那个外面的包装 就会比较慎重 比较考究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送得很习惯了 每天都送了 怪不得这个袋子上面还有 请重复使用本袋 这个实在是 原来 每天都送的 对 那它养成惯性定律 那有些人还会平常没事 就在皮包里面放一个雨伞 就等了哪天下雨了 他心意的对象没有带伞 就赶快帮他撑伞 雨伞 我也收到 我也找到了一支 你看看 就是这个放在皮包里面 对 尤其夏天有这个 午后雷阵雨的最管用 最近是最好的 对 下大雨的 你没带伞 我赶快帮他撑 通常这个伞还不能太大吧 这个距离可以拉近 是 那两个人 这一支小火山好远 然后再来 就是你看这是 这个女生的小花伞对不对 那男生的话 车上一定放一把伞 然后你看他开车对不对 可是很奇怪 这个下班时间到 然后他心仪的那个女同事还不在 就说还没离开对不对 就等到差不多那一刻 他要下去的时候 他比他强一点 强早一点下电梯 然后就在电梯那个地方 等他 等他的时候 有没有带伞 他通常这个 午后雷阵雨的 通常不带伞 那没有关系 我顺路送你 今天要去哪里 一定会先问你到哪里 然后一定是顺路 不管是一个住新 一个住新店 一个住新北投 反正就一路顺到底 对 一路顺到底 所以这个 那么到的时候就说 我伞送给你 那个女人说 这样会伞掉 那就已经表明了就对了 就是不接受那个伞 就接受恋情 对 所以这个 这有另外的意义 这一招 还原本是哪一招 还有男生我发觉到 通常都会多戴一件外套 最少会有一件外套 那有时候不是光给自己用 而是这个冷气太冷的时候 然后等等之后 体贴入围 有没有 然后女生有没有 这个批上这个外套 对啊 相对有些女生 他就故意穿少一点 制造机会 让那个男生给他送外套 没事 他就小小的 一下 外套就送上来了 然后他会常常忘记 他常常忘记还 你知道吗 然后就带回去 对 然后经过整理之后 发觉到这女人很贤惠 有些人不整理的 就回去一直闻 那个外套身上的味道 去熟悉那个味道 我发觉到我错了 那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 是把它整理好以后 表示我们很贤惠 那现在女孩子是要留在那里 挂在那里 对 不要还给她 原来有这一套 就是那个什么新小级的歌 什么难忘你的味道 还是什么 好好好 他那个是臭袜子的味道 那个是外套的味道 外套我也有 你有收到一件 我去办这个员工的桌上拿到的 这是奇怪 可是用这种外套有用吗 这样子是会比较 那看是哪一型的 如果是属于那种 那个辣妹型的 大概就蛮喜欢的 不过到了要追求对方的时候 已经不拘行事了 你知道吗 不拘行事 对 随便破破烂烂的 薄薄的什么都可以 对 那有没有说我们暗中不晓得 像这些招式 我像除了看这些以外 还没使其他的这个 像有人用那个电子邮件 就是有些办公室 他那个网路很发达 就像电脑公司资讯公司 他会用这个电子邮件写信的 因为这个也是 平常人不容易发现 比如我写给王林 就只有他能够收到 所以我们两个人可以收得到 然后会心的一笑 所以你会发觉到 奇怪他最近那个 手上功夫特别好 所以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 我还以为他们在做事情 原来是在看情书 对 还有人没事 那我会不会用病毒把它入侵 你可以找那个 你们资讯部的人 把他们的密码调出来 一览无疑 可以这样做 对 到时候你可以出情书大全 好 我相信 还有你就发觉到 有人会在办公室里面 那个BB call有没有 哥哥会乱叫你知道 然后叫的时候 他拿起来的时候 他去看一看 他也不回电 然后就会心的一笑 然后比如说什么 520 530啦 那是什么 那就什么 我爱你 我想你啦 我爱你 我想你 对 像54321也是啊 我是爱着你都是啊 有的话可以通一大串密码 然后显现出来就是 I love you 这么厉害啊 对啊 你要是看到每个人都在看BBQ 然后看完就很甜蜜这样 笑得很开心 那我就是收到了 收到了 我收到讯息了 那个I love you要怎么call 那个很复杂 好复杂啊 我再告诉你那个密码很长 不要让你太太知道 偷偷跟你讲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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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告诉你怎么call好了 好 还有没有写情书的 除了email有没有用传统的方式的 送卡片 现在好像写情书的那种几率 好像降低一点 不过我像女孩子通常都比较喜欢看那种 很漂亮很精致的卡片 像外面很普遍有没有 那种卡片上面印的那个图样啊 什么那些都代表 都能够传递那些讯息 我看到有些人写情书 我还很认真哦 就是那个情书里面 折的各式各样的花样都有 你办公室的员工有没有 赶快检查一下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原来都是 对 你看 还有这个 这个是 还折心哦 折心怎么会白色的 代表纯洁的心嘛 纯洁的心 大概是吧 是这样子嘛 表示完全还没有被污染过的 专门就为了你自己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种纯洁的 还有花的 这是 这是花哦 你的员工这个手都很巧哦 还有创意耶 这是哪一个 奇怪这个应该送到这个 我们的这种设计部去才对 对啊 搞不好就是设计部的 跟公司设计的都没这么漂亮 真的 好 我看看这个又是什么 还有 这什么 这装 青蛙 领带是不是 还有领带哦 这么大的领带吗 这则什么不重要 里面很重要 大家看看 不好意思 我不要给员工加手 我给人家收来的 这是信 无智天书 这一定是要用特别药水去洗 才会看到 特别药水去洗 对 他们的默契 那他们这样子写信写 写卡片的方式 要怎么样让别人不晓得啊 他们是怎么让别人不晓得的 有的人会夹在那个公文封里面 脚装去哪面 送个文件给某个部门的人 然后经过的时候就塞给对方 或放在对方那些 放抽屉的铅笔盒里面 有些还会把那个信贴在那个旋转椅的下面 好 对 等他上班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讲说 你想不想我 那你现在赶快180度蹲下去 然后从你的椅背下面 把那个胶子拿下 看到就一封信 这已经是在练 已经是在进行当中的 对 那如果说还没开始的话 我想应该是 比较早到比较晚走吧 对 我觉得我刚刚讲说那种卡片的没有 那通常都是 比较早到比较晚走 或是利用中午午休时间 大家离场的时候没有 对啊 OK 然后他就放进去 我还碰到过 为了给对方惊喜 就是找快递来送的 事实上两个都在同一个办公室 他就叫一个快递来 他的位置收件 然后过了没几分钟 就送件 就送到另外一个人收上去 王小姐快递一进来 居然是他的情愫 多惊喜 有用这样子的方式 对 很惊奇的 那一般的会不会利用这个 我像我最惯心的 还是会不会利用这个 开会时间来做什么的 有没有 传纸条 开会时间传纸条 对 因为你讲得太精彩了 所以他们就趁你讲得很精彩的时候 偷偷地传纸条 如果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其实也不用纸条了 有时候无声甚有声 眉目传情 那不行 那垫死一堆人 那会都闻到那个烧焦的味道 每个人都被烤到 不过老师讲的 主管 主管要跟下面的怎么做 主管跟下面的 其实主管追求部署的很方便 就是利用这个指点他一些公式上面 给他一些建议 或者是很关心他的工作的心情 或者是跟家人相处的状况 那通常这个部署得到这个主管的关心跟鼓励 都会特别有感应的 另外一种情况 他也可以那个男主管讲说 这个某某小姐 我发觉到你对服装特别有品味 那这个 最近我要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等等之类 是不是可以这个帮忙一下 去选个衣服 选衣服 选领带 那以后就变成惯性了 这只女孩子就有一定的机会了 那以后你的领带就变我负责了 对 对 我这个桌上还有这个 所谓的这种这个票 这个是在干嘛的 这是他们一起去看电影 培养共同的兴趣 这一招 还有这一招 有 那他怎么样邀请他 说要去看电影或是什么样 好高兴喔 你看那个跨世纪之音 对 刚好来了对不对 好不容易 刚好拿到这一百 什么 这个特区的那个位置 好像一万两千八 对不对 刚好有两张票到手上 所以我们一块去 我有一个朋友去 原来那天的天气 非常的凉爽 对 好月当天 那才好啊 第一个 对 那天到最后晚上是没有下雨 本来白天的时候还飘连雨 到晚上没有下雨 所以本来想说他还可以撑伞 你知道 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好啊 刚好那个 我们刚刚讲那个外套哲学 就可以把它披上去 就马上可以运用了 对 不过我那位朋友是去了以后 因为他跟他老婆去的 然后风一吹风很凉 然后那个四季之音 又唱得非常好 他就睡着了 他就开始睡了 他说他睡的一晚上 是一万两千八 那也值得了 有这么好的安眠曲 对 二王以后陪他睡一觉 这是非常好 不过我老实讲 还是要防 还是要防 这种办公室恋爱 再这样谈下去 本公司一定会给这些人搞垮 所以我一定要叫怎么防 我是问你们怎么公衡一下怎么防 好不好 来 目前就是说如果你要防止别人 就是说你 他们已经化成办公室恋情 但是你又不喜欢他了 假设说男的女的 或女的不喜欢男的这样 那应该要怎么样做法 要练好好的化妆术啊 每天早上化妆的时候 就写四个字 就是请勿打扰这样 那不是神经病吗 来 这是我本公司的员工手折 里面有关于这个谈恋爱的一章 真的 那本公还真是未与筹谋 看起来成效不张 对 都有规定啊 还这样 好 我们的第四章第一条 办公室的爱不能沦为办公室的性爱 那当然很重要啦 如果来上班看到两个人在那边 哇 纠缠在一起 那我还能上班吗 是嘛 我们又不是拍A片嘛 就是嘛 就是嘛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会有员工这样子吗 目前还没有看到 顶多是看到所谓打琴骂俏 不过我想他会受到愚认的制止 好 打琴骂俏这是第二条 第二条 这个第二条呢 我们这个打琴骂俏已经够让人逃寸 不要够一夜这个荤寸 这是很重要的 不过这一般来讲 我们在公司 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发现 他们在开始在这种打琴骂俏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制止他们呢 那就是真好 因为打琴骂俏打到一半了 就赶快叫做他 给他一份很正式 而且必须要立刻去完成的工作 然后从这个来制止他 继续在那边的时间 中断他们的这个行为 对 那如果很多次都没有办法 对… 还是找他来沟通 还是找他来谈 我觉得可以找他们来沟通 可以早上来跟他们讲一下说 不要在办公室给我这样子 对啊 如果说男未婚女未嫁嘛 那是他们个人自由 但是记得 在办公室跟工作的场合 跟所谓的… 所以他自己的时间那是要分开的 还有我们的第三条 爱情禁国呢 你要吃的之前还要深思三思 这是很重要的 不过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 如果你要防止别人 就是说你… 他们已经放在办公室练情 但是你又不喜欢他了 假设说男的女的 或女的不喜欢男的这样 那应该要怎么样做法 那要练好好的化妆术啊 每天早上化妆的时候 就写四个字 就是请勿打扰这样 那不是神经病吗 没有啊 我讲有意思是说你的表情 就是要很正式 而且要很严肃 就是说我真的不要 就把你这个不要的意愿 表达得很清楚 我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可以另外一种方式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觉得沟通 很open的来沟通 然后另外我觉得 可以用这个七星大法 用移花接母法 怎么样 然后就帮他转介 不是 帮他介绍 介绍对象 是 然后让他转移重心 这也是一种方式 是 另外就是开始放风声 对不对 因为办公室难免会有一些 所谓的乌龙广播电台 所以到最后就发觉 自然形成了 该分的就分 该合的就合 乌龙广播电台 就有人乱点嘛 不过你刚才呢 你刚才讲了这么多的这种方式 比如说像送花 那送到第31天 突然开始出现99斗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女的要拒绝 要怎么拒绝 通常你如果说 你那个花你不要带回家 你就直接堆到垃圾桶里头 或者是送给 像刚才讲的转介法 就是送给秘书 送给别的女孩子 那对方可能就会很失望 他就说原来他不领情 他不心领我对他的情意 这是比较理智型的 当然你碰到那种纠缠型的人 还是很麻烦 怎么样 怎么样纠缠 你明明把花丢掉了送给别人 他明天觉得99朵 前消遇 你没有看过布袋系前消遇 一千少一就是999的 还有我们的这个 第四条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像我们这知道 一般如果开始主管 要对你已经有开始 有这种兴趣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样给他拒绝 我觉得可以 女孩子的话 可以把他男朋友的照片 有没有 然后就是放在桌上 让人家就一目了然 这已经是暗示明示了 是 他如果没有男朋友呢 就算借的也应该要吧 对不对 借的也可以吧 然后另外就是商量一下吧 这个租借一下男朋友 有没有 然后不只是把照片放在那里 包括也要放风声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现在公司都很讲 就慢慢的会推动 所以那种联谊活动的时候 是可以带着你的家族 一起来参与的 那时候就租借一个男朋友 都无所谓 就是很帅酷得不得了的 我觉得比较老师动众 当然效果很好 那我觉得最重要 真的保持距离方面 就是说你尽量避免 跟他单独相处 每次他指导你事情 或要干嘛 就拉着一个同事一起来听 尽量造成 不要造成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那既然就能保持这个 安全的决定 刚刚沃晨也提到一件事 如果是上司对部署的话 它比较容易 因为总不能说上司 找你说进办公室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另外一个同事过来吧 所以有时候还是无法避免的 那像这样的情况 就是随身携带 甚至于再做了更过分一点 把男朋友的照片放大 戴照 戴那个什么 那个照片的项链 对 就给他看 贴在胸口 然后现在还有那种T恤 给主管看 对 那个T恤 那个是合照 照那个照片的 穿在身上 前面 比方说我心上 我背上都是我男朋友 你不觉得这样子 是会变成就一个 这个主管如果去皮皮 我会开除啊 有没有可能 所以他这个可以防君子 不能防小人 有些人 有些人觉得说 如果说 如果说啦 那个主管这个风度这么差 然后一定到干扰的程度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不待也无所谓 不过一定要让他死得很难看 是这样吗 造成舆论的制裁 没有 有些主管他很赖皮的 他反正你有男朋友的话 那我不管 我就是要追到手 像你碰到这种主管的话 说真的 就真的只好调换部门 或者是利用这个 其他的管理的申诉的管道 去给这个主管一些颜色看 对 不是这样吗 再过来我们有一条事 不要挑逗这个上司 这边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上司跟你之间 那个尽量要保持距离的时候 尽量不要跟上司 发生这样的关系啦 对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 如果大家都是男未婚女未嫁的话 其实适度 你如果觉得真的很好 你制度的追求 我倒是觉得也是无妨就对了 不过挑逗的这个字眼 就非常的爱好 那有言语的挑逗 有身体接触的挑逗 那在上班时间这些 真的都是比较不适当的 就是说 也会有一些这种肢体语言 就是弄到会感觉 上司就已经 对啊 尤其你碰到那种 冲动型的男主管 这样挑逗一下 下午没办法上班 所以这是公司的 这是公司的 禁止的 在守折里面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 不要挑逗属下 我想做主管的人 如果你希望能够 坐到那个位置 然后让人家 所谓的待人待心 心服口服的时候 我觉得要有这种智慧 不管你对他有多 多有好感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嘛 不要他用到挑逗 这种程度 这种手段 那就到最后人家 我也觉得你甚至不 可是我们在 我们就发现 有些员工他自己 如果不了解 他用眉目传情什么的 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说眉目传情的时候 是男欢女爱 两个人彼此之间的那种 他们 恋情自然的发展的时候 的一种方式嘛 传递这种 那个什么 彼此之间好感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刚用到 是说挑逗的这种字眼 有没有 那挑逗这种字眼 不管是上对下 或是下对上 或是平行 其实他都是 都是蛮负面 应该都没有什么正面的 而且眉目传情 要四个眼睛才能够眉目传情 如果他看你不看他也传不了情 对啊 也惦不到嘛 不过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 你写的书里面很重要一点 好 来 你下车来电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如果好 在公司里面发生了这种 青山之胶 红粉之脊 对… 这种 罗夫有夫 有夫 死君有夫 不管了 反正就是已经有已婚了 反正发生这些问题怎么办呢 通常来讲我会比较建议 就是把这个家人的照片 把家人的照片放在这个办公桌 现在都蛮赞成了 以前都会限制 现在会赞成 然后我发觉到我自己 在服务的几个客户 几个那种所谓的专业经理人 或是几个这个企业家老板 我每次去跟他们谈case的时候 我发觉到一个现象 走到他们办公室里面 发觉到几乎每一个人的办公室里面 都会放着全家府的照片 我意思是怎么防 怎么防 放照片就是一个防的方法 防的方法 就是告知了嘛 告知了我是这个 是有家有事的人 然后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是如果说 比如说主管是已婚 然后属下是未婚 然后主管要对这个 这属下要找 要准备要展开公室 这个时候他怎么防 所以是这个 就说这个女孩子怎么防 不一定啦 我就男女 我就说属下怎么防 属下是他本身是未嘛 对不对 是未婚状态嘛 对对 然后他的上司对他采取公室的时候 他怎么去防 我觉得如果他未婚的话 就像我刚提到的一件事情 他找一个这个什么 我讲说他一个 男朋友有这样子的方式吗 我这边有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跟这个主管的家人 保持很密切的关系 保持很密切的关系 如果譬如说 假设是你 你要追求你的秘书 如果你的秘书跟你太太很熟 他随时跟你太太在包装你的行踪 那我相信你大概 对他不太会有兴趣了 我的秘书就是这样 对啊 能不能太常跟你秘书打电话 喝下午茶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 对 那你有什么认干爹干哥大概有没有 有 我刚刚说过 我说一种情况就是让他自然而退 我觉得你跟我爸长很像 我觉得感觉到那种父亲的感觉 OK 然后事实上我可以拜你的 不过那他看年龄耶 如果说年纪大一点的主管 你当然可以说要认他做什么 干叔叔啊干爹啊都可以啊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是年纪没有差距到那么大的 认得干哥哥啊等等之类的 可能就用兄妹支撑啊 可是你这样讲的只有讲这个男的对 男主管队女下属 我指的是比如像那个大批摩尔 跟那个麦克刀格拉斯那种 那种 那种逃色交易 那种上面的对下面的 女主管队下面进行性骚扰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知道怎么办 你常常被骚扰我知道了 男士尽量的表现得很 在那方面表现得很差 让他觉得说原来你没有办法满足我 他就会知难而退 你这样听了吗 你不用陪我 你有没有什么密招 我在想 就像刚刚讲的 我想那个家庭的出现 不一定是说 这个跟这个主管的 那个说 另一半没有保持任何关系 我觉得 如果说下对上的时候 其实也 也是可以 男方跟那个女方这边也是可以 但他的女朋友多来参与 然后跟他女朋友讲说 多跟我的女主管多学习 女主管很照顾我 甚至就回过台跟他讲说 任他当干姐姐 姐弟之分等等之类 然后还是保持适度的距离 然后尽量不要单独的相处 多一点人的相处 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讲说 是女主管对这个男部署 那个男部署 他可以尽量的表现得很花心 感情很不专一这样 可是这个女主管 搞不好他觉得这样很好 表示你很有魅力 对啊 你说吴洛权 为什么他背部都是棋盘 就是因为这样子 好 不过我们话讲回来 我们还是要讲政经的 两位都是一个这一方面的专家 不敢 那非常敬正会 非常敬正会 这是你的著作 然后吴洛权也有很多 有关于上班族这样子的一个著作 我们等一下真的要来谈这种 办公室练习 对你到底对办公室的效力 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还有这样子 有没有需要的工作 这 日常大家正会在上班 然后晚上又等了 又收紧 就是很烦 我觉得 做老公的人 就先跟老婆在家里 就先安贴好 事先就先打 那个所谕防证跟他讲说 在公司里面大家都在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公司的时候 就这样 就公司公办 回到家里的时候 老婆你最大 对不对 在公司我是主管在家里 甚至在公司还演一下戏 故意在人面前 就是讲一下这个 他做不好的地方 或给他一些小小的责乃 然后回家罚跪山 来吧 2200一副社区电台 一对这个夫妇 如果在同一个工作环境里面 我一直跟他做不好 我个人感觉是觉得不好 白天也讲工作 回家也讲工作 还时应该对吧 你觉得呢 一定的 就是相处会逆 可是因为因人而异 有些人他会觉得 这样感觉很好 就是有共同的话题 这个志向也相同 步调也一致 就觉得非常甜蜜 对啊 像我就觉得 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理想 然后这个 他们的专长是相近的 他们的领域是相同的 然后 谈起来的时候觉得很投机 很好 比如说像以前我带的单位 业务单位 我发觉那个销售工程师 跟他的部门里面的秘书 或是跟部门里面的助理 有没有 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业务单位的业绩之高 之好 人家要帮他接电话 因为一般来讲 业务单位的人都在外面跑 对不对 那如果有客户打电话进来 或说要急到要联系的时候 这秘书 这助理之积极 之主动 甚至于这不只联络 对 业绩 不只是 就是说帮他联系的 帮他联络而已 甚至于自己就能够 帮他 帮他行动这个案子 那效果之好 我这个前提是 就是秘书跟这个业务工程师 是一对一的互相搭配关系 因为如果说有很多 这个业务助理要 配合很多业务工程师的话 很多的人会有私心 那别的业务工程师 就会抱怨了 就是说 他对他特别好 把我的案子都抢走 抢给他 所以这是有前提的 就是说他们工作能够互补 然后是一对一 不会引起其他不均衡的关系 是 所以像这个类型 就是在公司里面的类型 除了业务 除了业务以外 还有哪些类型 是比较适合公司 谈恋爱的 或是夫妇一起打拼的 其实有些像直销 传销 那些都非常合适 夫妻党 我们看到很多直销传销 都是夫妻党 就是钻石级 都是夫妻党 然后他们事实上有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夫妻同心 这个粪土变黄金 就是 对 就是说 有些工作真的适合同心协力去做 其实他的最 为什么那个公共的性质 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一个性质 会比较适合 比如说他们可以互相勉励 互相支援 甚至互相back up 就是说当这个人 也许他今天有事或是没有 他能够取代他 能够帮他去冲去撞 好 这种工作都很需要一些 那种心灵上面的支持 跟鼓励的就非常好 其实我在想 其实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来自于哪里 你说像 刚刚讲说从事直销行业 有没有 因为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人讲说直销是非凡的自由 可是相对一件事 他们所投入的时间 在直销界做得很好的 这些直销领袖 他必须要投入 比一般的上班族 更多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如果他们不是夫妻党 如果不是夫妻党 他就没有办法去体会到 另一半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在他的工作上 对 那没有办法去体谅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摩擦出现 对 OK 所以如果是为了避免掉 这些负面的东西 对 所以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夫妻一起来 然后就要互相的 所谓的相辅相成 而且在直销这个领域 他面对各式各样的客户 然后有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障碍 甚至要去教导他的下限 要去辅导他的下限的时候 男人跟女人所扮演的角色 又不太一样 一个可以演白脸 一个可以演黑脸 是 那种事比较适合 不过就像 一般来讲我们这个 比如说白天也工作晚上 回家去了 发生了摩擦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认为 应该怎么样的疏解 会比较好呢 晚上通常回家 如果把工作的情绪带回家 当然是很容易摩擦的 那这时候最好两个人 能够有互相 就是在工作以外的兴趣 譬如说听音乐 看电影 然后也许能够从欣赏音乐 电影或者是艺术的这个过程里面 互相鼓励 然后去化解掉这个白天的危机 那工作也一样 兴趣也一样 什么都一样不是很烦吗 我觉得可以有一件事 我觉得事先可以先沟通 回到家里的时候 不谈公事 那如果谁先开始谈呢 我觉得我们曾经有 就有朋友 他们有这样现象 他们两个夫妻就在家里 放两个罐子 如果谁违反呢 就开始谈公事的时候 就开始去罚钱 还觉得蛮好的 蛮好当做基金 我倒不会 我是觉得两个人 如果很相爱的话 互相的给他一些心灵上面的鼓励 我觉得也是无法 鼓励是无法 鼓励是纯粹从心灵层面来 就是说给他打气啊 对不对等等 OK 但是刚刚谈到的 刚刚总监谈到的一件事情 是谈到说 如果回到家里 还在谈公司里面的事情 那常常会有什么时候的 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处理的手法不太一样 甚至于说 如果说在创意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个点子比较好 我就是这样 等等之间 就发生摩擦了 那我觉得为了避免 那干脆就回到家里不谈 那如果在公司也谈 回到家里也谈 多累啊 真的多烦啊 做梦都还在谈 好了 比如说有些主管 我是主管 那就我的老婆呢 是另外可能是 我的底下的人 那我如果对他好也不对 对他不好也不对啊 我对他好 人家会说 因为是老婆 对他不好也没有必要啊 是不是 何必在工作场合里面 对自己老婆不好 所以有些地方 他就是尽量 就是如果是你们是这样的关系 会引起这样的误会的话 就尽量会把一个人调职 就不要有这么直接的 这个从属的关系 那如果你真的已经做到这么 已经不得已 已经是这么直接的 从属的关系的话 那我觉得你必须要 特别注意到 你对其他员工的一些照顾 那很多事情都尽量 公开化 制度化 透明化 会减少那个猜忌的比例 有一些 应该好像有点智慧 有点技巧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会比较主张一点 这个做老公的人啊 就先跟老婆在家里 就先安贴好 事先就先打那个 所谕防证跟他讲说 在公司里面 大家都在看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公司的时候 怎么就这样 就公司公办 回到家里的时候 老婆你最大 对不对 甚至在公司还演一下戏 故意在人面前 就是讲一下这个 他做不好的地方 或给他一些小小的责乃 然后回家罚贵三天 因为有一个事情 这个一定要言之有误 一定要言之有误 就算两个人沟通好 他所谈出来的事情 也是就事论事 要不然其实很多的女性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 所谓的包括我们讲说 外遇问题等等 以前外遇问题 好像都发生在男人的身上 现在会发生在女人身上 为什么呢 我曾经看过一个个案 那女生讲说 因为我觉得我在我先生的眼中 我永远都长不大 我永远都是要用 那什么 这个什么来放 永远都要用那个什么 这个显微镜来看 才看得到 因为先生常会觉得 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很有挫折感 不能够被肯定 不能够被认同 所以干脆就向外发展 所以很多的 包括了 不管是办公室的恋情 或是其他的那种 原因也是来自于这里 所以我说 虽然事先有沟通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 还是真的是 要蛮清楚 蛮明确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人共同一起工作 结果反而是 女的表现得比较好 或是对方表现得比较好 不要管男女好了 那他当然心里面 心情上 会没有办法调试 怎么办呢 这个就不会影响到 他们的感情生活 但在表面上来讲 男人当然都说不会 你表现得很好 我也为你高兴 可是心里面 因为中国的社会 难免就是男性的自尊心都比较强 那当这问题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男生自己的反省 跟检讨很重要 然后女性在这边的一些支持 跟鼓励也很重要 那万一没有办法说 男性不检讨 然后女性也不支持的时候 那其实最好还是分开工作 因为这样的压力太大了 就避免掉这种问题的产生 不过你刚刚讲过 你说不管是男生 女生 其实如果男生表现得比女生好 这好像就觉得理所当然 那这个女孩子也觉得 蛮以这个先生或是男朋友的工作 为荣为傲 是比较普遍 比较传统的 那如果说 通常来讲女性表现很好 甚至超越过 或凌约过这个男生的时候 通常比较会有一些现象 有时候是男人 他本身的心理上的 他的反应 另外一种是 你知道就是大环境里面 很奇怪就是有些人嘴巴很毒 那也许他心不是坏 可是有讲 你看你老婆很能干啊 你实在有够幸运啊 有些话就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看 这个男人够不够成熟 我觉得看他够不够成熟 如果他能够成熟的话 他会觉得很开心啊 对啊 我老婆能干啊 老婆能干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本身 是一种助力 而不是一种阻力 甚至还有点幽默感 就是一个成功的女人 背后就是要有一个 这么好的男人 他可能会这么成功 对 我老婆之所以能够成功 我觉得我也功不可没 对 OK 好 我们下面呢 还有很多问题要谈到 不过我们先上来 吧台喝个酒 来 走 这两个人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家庭的 后来他们发现彼此真的很相爱 然后就相继离职了 后来过了好几年之后 我一次去美国旅行 然后在一个超市场 就看到一对中国人的夫妻 然后非常恩爱的在里面买东西 后来我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他们两个 他们就放弃了所有的 原来的家庭跟事业 然后就到美国去一个偏远的地方 然后去成就他们 来 这是我们特制的 哎呦 好难喝喔 味道这么好 那吴老杰 你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练剂 你自己本身很有丰富的经验是吧 丰富的别人的经验 其实我倒是经历过很多别人的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我以前的福德公司 有那种就是两个人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家庭的 后来他们发现彼此真的很相爱 然后就相继离职了 后来过了好几年之后 我一次去美国旅行 然后在一个超级市场 就看到一对中国人的夫妻 然后非常恩爱的在里面买东西 后来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他们两个 他们就放弃了所有的原来的家庭跟事业 然后就到美国去一个偏远的地方 然后去成就他们的爱情 那基本上我个人我比较爱情至上的 我是觉得说你如果碰到一个真的可以 这样跟你了解 然后可以跟你扶持一生的人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去斟酌 连公司的工作都可以放弃 如果你能够维持你基本的生活的话 那我觉得工作可以再找嘛 事业你可以再创 可是爱情是很难的东西 你那一队是不是他的秘书跟 不是 他们是 他们去念书的 他们去念书的 年纪比较 那说你自己 不要说别人 你自己 我要再说一个别人 其实办公室练练处理不好也是很麻烦 像如果说本身已经是有家庭 然后你又找一个未婚的 发生这种三角关系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主管就是 后来他的太太都要办公室来吵 然后吵得很凶 甚至打架什么 后来这个主管以后 他的领导能力就变得很有问题 就被质疑 员工就会觉得说很好笑 因为看过你在家务室的笑话以后 以后再接受你的领导的时候 会发生问题 所以在总公司那边的决定 就会想要把这个 高级的主管把它换掉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不适任了 所以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那你自己的 我自己我自己谈得很愉快 我倒觉得没有什么 那我一直觉得刚才 我想那个王老爷谈到 就是说很多职务 企业的性质 我觉得回过的话 我认为 个人认为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个人 对于这种爱情情绪管理的能力 你如果本身的个性上面 能够把你的爱情处理得很好 然后把工作尽量的做好 那我觉得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没有忧愁 然后你的老板跟同事对你来说 也没有什么威胁 他们也不会给你什么责难 因为其实公司里面最重要就是把公事做好 当你公司的表现很杰出的时候 那你的爱情是你的私生活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 对 那我 不过我的原则不是这样 我的原则是绝对不可以的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有这个老婆 什么的 这样子在公司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工作 可是我就不太同意 我觉得刚刚也 我们也提到了 说因为我常在帮人家做训练 然后我看到很多杰出的传销领袖 他们都一定是夫妻党 就是夫妻党他们才能够相互的体谅 然后时间上相互的配合 然后我刚刚说那种职业角色的办理 那没有不是夫妻党做得很成功的吗 一定要夫妻党吗 也有啊 但是通常来讲我们看到在传销界 不管是任何一家 传销是特例 因为传销不在一个办公室 一个封闭的空间 事实上他们比较活跃的空间大一点 可是看到很多传销的领袖 他们两个是夫妻党一起作业 一起去辅导 一起去教导 一起去辅导 一起去办很多的活动 他们还是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多耶 可是因为他们有跟别的同事有互动 他不会有别的同事那些很麻烦的那些 他会有所谓的上下线 所以我刚刚讲说是正常来讲 夫妻党在一起工作 我会蛮赞成 可是我们因为很忌讳 就是说在上下线当中 如果是不伦之恋的时候 其实那个杀伤力更大 比在办公室还要更大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正常的 这个不会变成在外面 变成弄了家庭支离破碎就是 对 所以我为什么会主张说 他们要夫妻党一起做 因为夫妻党没有在一起做 如果你想夫妻党一起做 那个是属于草创期 是不是这样 应该这样讲 看情况 我们也看到国内 譬如说有一家很有名的 的一家电脑公司 这红基电脑 不是我说的 他说的 OK 比如说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夫妻一起嘛 草创期 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 然后相互的体谅的时候 他们是一起来 然后有好几个股东 然后太太来讲 负责的是属于财务的部分 她也知道她是一个专业人士 她负责的是财务 可是因为就是 因为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事业 然后投注的太多 太多的心力在上面 难免有些地方 就会稍微 关注的多了一点 那引起其他的股东的情绪 的反弹等等之类 那我觉得这个经营者 非常有智慧 他就第一个 先找他的太太沟通 找他太太沟通之后 希望说全省能够分得很清楚 因为希望别人不要去质疑到他的 所谓 其实他不是他领导才能的问题 而是领导权威的问题 处理不当 人家会质疑他的领导的权威 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 经过充分的沟通之后 他太太也能够谅解 也能够了解这个情况 而且就是说那个 情统掌握得很好 然后经过跟太太谈过之后 约法三章之后 然后再跟他的股东 来坦诚的沟通 以后就是我们完全是所谓的 我们这种责任都可以数很清楚 而且他们都是利润中心制 然后我太太该参与的时候 是因为他的职务上的关系 他该参与的时候让他参与 然后不是属于他应该参与的 这种政策的部分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来参与 我们会把这分寸拿捏得很好 你们是不是能够再接受 我们夫妻一起在公司里面 成为partner 那他的股东也接受了之后 其实他们现在运作得非常好 所以公司分明 反而是比较有可能 这个会成功的 对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草创期当然我会比较主张 夫妻一起来 我们讲说便手知足 共创他们的一番事业 比较容易 如果不是这样 你会发觉到很多的外遇 是发生在这种情况 就要投注很多的时间 精力在那边 先生在忙 太太不能够体谅 不过你讲的问题 还是会有一些矛盾点的 比如说这个 刚刚草创期的是在一起 没有错了 等到已经开始有事业有了 老婆怎么又放得开呢 不见得放得开了吧 这时候就是要靠公司的制度 因为刚开始是靠人 后面是靠制度 不过我一直觉得 这就是台湾中小型企业 发展的一个很固定的模式 那也就是我们中小型企业 很难跨上国际舞台 跟那些国际大公司 竞争的很大的致命 就是还是一直保持 家族企业 对 你看其实国外的大公司 很少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可是因为我们一路走来 都是用这个模式 不过台湾的中小企业 对 然后我刚刚提到的一件事情说 常常到了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引进专业经理人的时候 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授权 或者真正的去尊重专业 会发生问题 对 但是现在女性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越来越提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性 也有这样子的视野 如果她有这样的视野 那你就刚好娶到这种女性 所以说这个男人 要有点智慧 而且我觉得这一定要 两个人互相去取舍 就是说你为了要搞一个夫妻 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然后也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 那是不是划算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工作 这样work together 感觉真的那么好 那你必须要 你看跟股东沟通 然后经过一些专业经营人引进 然后有阵痛期 有人离职 其实问题还是非常的多 可是我们也发觉到 有很多的企业 包括现在已经跨上国际企业 他们一样夫妻党在一起做 因为他发觉到说 男性来讲他可能比较理性 我想比较急的 男性比较理性 女性比较感性 那现在公司里面的经营来讲 不再是特别谈管理 管理是在制度上 是在对视 就是认识公私分明 可是对人的时候是讲求 我们讲说领导 然后讲求的是 所谓的这种动之以情 软硬兼施 这个部分女性扮演的角色 我完全相信女性经营人 在这方面角色的共同 可是不见得那个女性经营人 一定要是你的太太 因为这个关系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能够因为这样 就先排除掉夫妻一起 一起来共事 当然不排除 那也不能够先设一个前提是说 为了要保持说 让夫妻一起共事 然后也必须要去面对 这么多的状况 对 其实就要看他们本身的那个协调 我想协调 够不够强 好了 好了 可以了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我们是谈办公室劣情 我们可以缓缓地来讲 充满着爱意来讲 没有 没关系 最后的这个 一个小小的结论 给我们来无论久 我想感情这个东西 它在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地点 都可能是发生的 那如果不巧得 还是在办公室里面 那完全要靠你自己的智慧 情绪管理的能力 还有配合办公室的制度 那成就一段感情 也成就自己事业里面的一个成绩 是 OK 我觉得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有足够个人生智慧 那我相信 只要他是健康 只要他是正常 他必然会受到大家的祝福 乐见其成 是吗 OK 好 非常好 来 谢谢 两位非常谢谢 谢谢